昨天是五一勞動節假期首日 都是疫苗通行證踏入第二階段的第二日 食環署及警方在全港多區執法 供巡查400多間餐飲廁所及100多間其他廁所 檢控其中21間涉嫌違規的餐飲廁所負責人 食環署說會繼續嚴厲執法 檢控違規的餐飲廁所 星期日起一連兩日勞動節假期 疫苗通行證第二階段亦開始生效 大部分人要打乘兩劑新冠疫苗 才可以進入食肆堂食或進入廁所 食環署星期日和警方在全港多區執法 一共循查了480多間餐飲廁所 和百多間其他廁所 檢控其中21間涉嫌違規的餐飲廁所負責人 包括未有佩戴口罩 桌與桌距離未有案規定分隔 未有確保顧客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 另外亦都向5名涉嫌沒有掃描安心出行場所二維碼的顧客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當局說執法人員留意到 有顧客進入食肆時 只是掃描電子針卡 而沒有掃描處所的安心出行二維碼 因此被發定額罰款通知書 食環署提醒餐飲處所負責人不要調以輕心 要查閱顧客有沒有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 否則雙方需要承擔違反防疫條例的後果 食環署表示會繼續嚴厲執法 掩控違規的餐飲處所 另外食環署星期日亦聯同多個政府部門 繼續在多區外聚集的公眾地方 進行跨部門聯合行動和宣傳教育工作 呼籲他們保持防疫意識 以及遵守各項防疫規例和限制 封皇位置記者將本期報道